玄老爷子一声语色 真的没法回话了 玄面看着玄文江 心里给他点了一个赞 这时候李郎中备着药箱进来 哦 玄大伯也在啊 我来给玄大哥换药 正好玄大伯在 也看看玄大哥伤口 我也多交代几句 免得他们年轻不在意 这要是落了病根啊 以后估计都不能干重活了 麻烦李郎中了 你赶紧给老大换药吧 李郎中放下手里的药箱子 开始换药 拆开了药布 露出伤口的时候 特意喊了一声玄老爷子 玄大伯 你过来看看 这伤口啊 长得还算不错 只是玄大哥底子好 要是身体不好的 这腿八成就废了 玄老爷子想起那天的那些血 就有点害怕 可是不能不去 这一眼看完 心里揪了一下 这伤口真的是太深了 比想得还要深 怎么都是自己儿子 有骨血连着 玄老爷子的心也就软下来 是不是对他们这一方太狠了 玄大爷啊 这玄大哥的伤口 可是要注意啊 翻身如厕 一定要让玄二哥和锐小子小心着点 他们俩可别不当回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碰到一点 就可能伸开伤口 这伤口这么大 要是裂开 我不能保证没事啊 玄老爷子一听 心里也是怕了 本来医好了 要是因为让老四来照顾 没照顾好落下了残疾 那不是让全村人给笑话了 最主要还是老三伤的 那不是摆明了自己偏心 那可不行 玄老爷子把李郎中送出大门 这才回来 你们仔细伺候老大 可别让他再碰了伤口 别的你们就别管了 说完回上方去了 今年柴火真的不够了 怎么过冬啊 爹 你就养病就行了 三叔那还有铺子呢 咱们供他们这么多年 就不能买一点柴吗 再说了 四叔那么大人 就不能砍柴啊 他一直装的什么都不会 不就是躲着干活吗 凭什么咱们干的最多 大哥呀 妙儿说的对 他们能坑咱们就坑 连灵儿都卖了 你怎么还能为他们着想呢 宣文将一句话 说到宣文涛的心里了 宣文涛低下头 我心里清楚 可是想着终究咱们爹还是亲的 亲爹有什么用 亲爹听后娘的 后娘偏着自己的儿女 那咱们算什么 爹刚才能来说那些话 你与他还有什么情分 哼 本来我以为 大哥和我一条心的 看来啊 我是白心疼大哥了 我以为